大家好 我是麥克斯Simon 全台最多馬力機的男人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台三道網718 這一次的話他安裝水噴 那水噴我簡易介紹一下 就是一般水噴我們 通常拿來降溫 那第二種用途的話是增加心碗質 那使用甲醇 那降溫的話用水用甲醇其實都可以 那第三種的話是像剛一直噴的車 以前我們都加到噴油嘴 那現在如果說他加到渦輪 有空氣但是沒有更多的噴油嘴用 把它拿來當燃料用 所以分別是降溫增加燃料性碗質 以及當燃料來使用三種效用 那我們介紹一下 這套麥克斯的水噴 儀表型水噴系統 這是一個12升的甲醇桶防爆的 那馬達會枕頭在後面 也就是說12公升在車子的行李箱 後備箱 那這樣子是很節省空間 而且不會一下子我就沒有甲醇了 這個是電磁法 電磁法效用 他裝的離納手就是你的噴嘴越進越好 因為這樣可以確保說我引擎 噴嘴到電磁法 他只有一小段管路 那也就是說在我停車熄火之後 我這邊殘留的甲醇會很少 下次發車的時候會比較好發動 以及當我們車子在停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車子會傾斜啊 桶子比噴嘴高 那他會有意面倒流的現象 或者說我的車頭比桶子高 噴嘴比桶子高 這時候他會有空氣回流的熱現象 但是如果你只要裝電磁法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隔絕 就在這邊就為止了 發車好發 那車子的 我停車的時候不是平的 我是稍微傾斜 或者說車頭稍微比較高 那都不會有意味倒流 或者說空氣跑進桶子回流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深壓模組 什麼是深壓模組呢 我們車子在工作的時候 通常發電機他會13伏14伏 甚至有時候15伏不等 也就是說電壓在車子工作的時候 他是上上下下12伏13伏14伏15伏都有可能 那經過這個深壓模組之後 他可以穩定你的電流以及你的伏特數 那這邊小小介紹一下 一般我們看到了 就是有些有顏色的管子的話 那他都是尼龍管 那像這種他是鐵芙蓉管 他的比例大概是這樣 就是1米鐵芙蓉 大概你可以買10米尼龍管 那這麼貴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使用他呢 因為這個我們煞車油管啊等等的 他會使用這種鐵芙蓉材質 也就是說他的強度高於尼龍管高很多 車子會安全很多 如果說你覺得還安全還有疑慮的話 那你可以在鐵芙蓉管外面再批覆 鋼絲管 那就跟煞車油管一樣 他非常非常安全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那個718 他噴嘴我們安裝的那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這部車 我們怎麼去設定這個配置哦 首先的話718他是中置引擎 所以我們從這邊我們看得到說 我們把噴嘴配置在這邊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要拿來當降溫用的話 你需要先去看溫度感應器在哪邊 像他的溫度感應器在這邊 那我們從空域進來 解氣門進來 那開始氣流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噴的話 我們會讓他溫度下降 那對於你在跑山道或者在跑賽道的話 這樣會有即時的降溫作用 不然你噴冷他繞了一整圈 最後才到你的溫度感應器 效果會大大折扣 那這邊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所謂的尼龍管 那尼龍管它在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軟的 那你安裝完畢之後 只要噴過甲醇 基本上它就變硬 這種就是尼龍管 那這種是鐵浮龍管 它使用再久的話 基本上它都會維持一個彈性 那它的強度也相對的好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水噴系統 因為它這個都是從國外過來 像這是澳大利亞的東西 那他們所使用的都是音質單位 台灣有時候我們去買一般管 安裝起來產生的 有時候會脫管 它的狀況都是因為你買到的是公式單位 公式單位的這個管它是6mm 那音質單位換算起來大概在6.2多 所以略大一點 那會有點小的話它就容易脫管 這要注意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噴水 噴水過來我們會建議最短的路徑 就到電池法 這是我們BiCX的電池法 電池法的話 再到水噴泵步這一段 這段可以很長 但是電池法到噴水 這裡你如果越短的話 那你所殘留的在管子中的液體 你會越少 因為我們騎管通常都是真空的 所以你發車的時候 這裡面會被真空的吸力 把甲醇往裡面噴 所以你第一次發動 常常會因為騎管殘留的甲醇 或水而不好發動 所以當我們這邊越短的話 那我們產生的第一次發車 比較難發的這狀況會越小 那相對越安全 因為電池法它會隔絕 當我們車子傾斜的時候 通知對應噴水 或噴水對應通知 所產生的逆流或正向的異味 我們來介紹一下 怎麼樣使用BiCX的遙控器 去對波輪儀表做的 零點調整的一個功能 首先我們按一下BO讓它連線 接下來把BO按住 儀表這時候它會跑到我們剛剛零以下 就是我們要調整的那個舒適點 那我們把它調到零 按上調到零 按圓圈圈 Enter 按一下Enter 好這時候儀表它就會交正到零 我們來介紹 BiCX水噴儀表 怎麼樣去做出噴以及全噴的設定 首先我們看到遙控器這邊有BO 也就是說渦輪的儀表連線 那這邊有三個小雨點跟五個小雨點的 五個小雨點就是全噴 三個小雨點就是出噴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下設定 首先我們按BO連線 那我按一下五個小雨點 OK 這個就是全噴的點 那我們把它設定到1.3 按上下去設定 好1.3 Enter輸入 還在零線狀態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可以去做出噴的設定 我們按一下出噴按鍵 我們看到出噴現在是在0.7 我們把它設定到0.75 好也就是說現在出噴是0.75 全噴的話在1.1.5